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证酒份百年沧桑的翁山英故居是新北市登陆第六座历史建筑 在艺术家洪志胜的整建保存下摇身一变成了黄金山城 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艺术空间 以茶桃花为主轴让来访客人一边品名 还能品尝到他们特制的烘焙茶点 更有作家撰写英文书要将酒份推向国际 主打亚洲各国料理的复合式餐厅 日式汉堡排 韩式泡菜汤 川味干锅和泰式氯咖喱 保证满足各种口味的客人 大家不用迁就别人 喜欢吃哪种类型的餐点这里通通有 重点是完全用当地进口调味料 还原道地各国美味 新竹超人气 司康专卖店精致又平降 每天早上新鲜制作 口味多元又特别 最火红的就是夹馅司康 其中的海盐牛奶糖卡士达口味 开店多年热卖至今 还有搭配各类时令水果口味的 冷藏版司康 冰凉爽口令人一吃难忘 现在更研发出派式司康 方便客人外带能够带回家好好享用 一大早骑着机车 从云林斗六溪市场 载回一大袋的温体猪脚 这是老板孙嘉阳每天的工作日常 他的店唯一的品项就是卤猪脚 从市场带回来的猪脚稍加冲洗 要先用热水来汆烫 还来不及坐下休息 他已经开始在切姜片煮开水 准备开始料理猪脚 汆烫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些 杂质跟血水把它逼出来这样子 一整只猪脚下水汆烫之前 孙嘉阳还会很细心的 用小刀划开猪脚 比较有韧性的部位 这个动作是乳制 能不能充分入味的关键 这是白猪然后前腿 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个 这叫什么 猪腱 这边比较难入味 所以我都会划一刀 让它比较好入味 用热水汆烫后的猪脚 还不能直接乳制 为了猪脚入口的口感 孙嘉阳还有一道特别的处理步骤 看他拿出一把刮鬍刀 可不是他早上忘记刮鬍子 而是要帮猪脚修整脚脑 要有这个牌子太好用了 我用过了 这个舒适牌的好用 真的 真的喔 猪脚在卤制之前 历经的泡热水 三温暖 还要用刮鬍刀修剪脚皮 去除粗糙的杂毛 进入卤制的工序 也跟外头卤制猪脚的程序不太一样 花费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 像那种一圈一圈的我有卤过 那个就可以比较短 时间不用那么长 之前 那一圈一圈之前 对 对 那你就直接请他们 帮你剁好就好了 那个比较短时间就可以起锅了 那我这个都至少要两小时 汆烫完之后 你要先让它冷却 对 那肉质就会热上冷缩嘛 对对 那滷的时候就是一开始 也要大火 那半小时之后 你要先关 再关小火 那这期间都要 一直观察它的那个 那个温度 然后也要一直做 翻的动作这样子 让它平均受热 孙嘉阳不必会告诉大家 他滷猪脚的秘诀 而这一锅 滷猪脚的老滷汁 里头放的中药材 他也很大方地告诉我们 八角干草穿穹 桂枝还有草果 把这些药材放进中药包里头 放进老滷汁 不仅可以去腥 也能够提香 等滷汁煮滚之后 就可以把猪脚放进去 先滷进去会炒糖色这样子 大猪脚沉入滷汁当中 在滷汁的过程中水分蒸发 滷汁的水位会越滷越低 为了让猪脚可以一直保持在 有滷汁包覆的状况 在猪脚上头要先放上铁网 并且在网汁上放上一盆水 把猪脚完全压在滷汁底下 不要让猪脚浮出滷汁 大概充分上色 孙嘉阳是单亲家庭 妈妈因为心血管阻塞 开了一个大手术 在手臂伤头留下长长的疤痕 原本在外地漂泊工作的她 因为担心年迈母亲行动不方便 于是她决定回到故乡云林 一边照顾年迈母亲 一边乳猪脚为生 去年我妈就那个心脏就是出问题 肥大然后说是要 本来是要装支架但是装不下去 对然后就要做烙造手术 然后那时候医生说她的心脏功能大概不到30%这样子 后来好险也没事 对 但是从去年到现在之后就 虽然说是有救回来 但是就觉得她体力大不如从前 贴心的嘉阳也因为长年在外 决定要回乡陪伴母亲 母亲也经常到店里来 卤猪脚就成了母子相处的宝贵时光 经过漫长的前置作业 卤之猪脚阶段还要再花两个钟头 卤好还没完 猪脚得放置冷却一段时间 一早开始工作的孙嘉阳 真正把卤猪脚起锅贩售 已经是下午三点的事 卤好猪脚还有一道工序 可以让猪脚看起来迈向更好 秘密就在原本的卤锅里 这个猪脚它卤完之后 它上面会浮一层油 那我们会利用这个油呢 到时候等下把它刷在那个 猪脚的表面上 那这个用意呢 主要是可以让它锁住它的水分 那卖相会比较好看这样子 捞出浮在老卤之上层的猪油 仔细地刷在乳好猪脚的表面上 这可以让猪脚保持湿润 等猪脚冷却 就可以开始分切猪脚 利落不脱泥带水的刀工 是来自孙嘉阳五年来经验的累积 他的猪脚一路从桃园 迈回自己的故乡云林 而许多客人亦吃成主顾 他也推出冷冻宅配 全台湾都能吃到他的美味乳猪脚 猪脚的皮啊很Q很糯 然后吃起来那个乳的味道啊 都有进去 很棒 猪脚看起来好像很软 可是它咬起来非常的Q 肉脂的感觉非常 吃起来就是不会腻 会让你想要再咬下一口 真的很棒 孙嘉阳的乳猪脚 不光是每天新鲜现乳的好吃 在他的不断研发下 也制作了冷冻宅配包 大家在家里解冻之后隔水加热 就可以吃到他美味的乳猪脚 超好吃的 而且他吃起来完全不会油腻 而且超Q 然后重点我们女生都很怕 吃起来会油油肥肥的 他完全不会 然后又可以补充我们的脚圆 脚趾又非常的高 整个就是一个赞 以我做这么久肉圆的经验 我觉得他们用的猪肉是非常新鲜的 对 然后也是算是严选的猪腿肉 对 猪脚 猪脚肉 然后吃起来是很Q 然后 而且它腌得很入味 吃起来不油腻 然后还有满满胶脂 就是你腌脚一点点的这样 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连同样使用猪肉做霸碗的业者 也对他料理猪脚的方式赞目绝口 其实孙嘉阳会开始做猪脚 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品尝到美味的猪脚 才踏上研究卤猪脚的行列 那个是一个饭店老师傅 他做的 然后我说怎么 我本来是怕肥肉的人怎么 吃下去我不会害怕 然后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请教他跟他学这样子 然后再自己做改良 尽管老师傅已经过世 直到现在 孙嘉阳依然非常尊敬 感念这位教他做卤猪脚的师傅 继续把好吃的猪脚传承下去 孙嘉阳也研发搭配猪脚的美食 用他自己炼的红葱油跟卤汁 来拌面线 这碗猪脚面线 也是来到猪脚店必尝的美食 猪脚面线两个合起来蛮搭的 就是它那个猪脚就很软嫩 那配上它独特的酱汁 撒在就是拌它的那个面线 感觉就是很滑润 对 它口味非常独特 然后觉得吃了有一种幸福感 从卤猪脚到猪脚面线 孙嘉阳每天的日常 就是买猪脚 卤猪脚 看到客人吃得开心 幸福洋溢 他也感到很幸福 卤猪脚的过程虽然很艰辛 但他也甘之无疑 就是每天都要跟他食指紧扣 有没有 然后就要 就是每天要帮他做SPA 这样子就觉得 但是这很花时间 每天大概要花一到两个小时做 这个前置做 因为如果客人吃到那口感不好 就会打枪这样子 战战兢兢 孙嘉阳把每一位客人 都当作大老板 为每一位老板 制作美味的卤猪脚 尽管每天要在厨房里头 挥汗如雨 不过能够回到家乡抖溜 陪伴家人 继续为自己的卤猪脚事业打拼 客人的支持 就是他源源不绝的原动力 但九份茶坊 它很像是九份以茶文化为主的 地方创生中心 这个店它不是一个面 我常常讲一个空间 应该是五节的 让客人进到你的空间 是一个五节的一个享受 起司蛋糕 它是主要是乌龙茶口味的 然后它会搭配 用乌龙茶腌制的茶梅 然后还有这个是成年的老菜谱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是窗胃干锅 我觉得很好吃 它辣的口感很像在吃麻辣菇 它算是我们的起家菜 对 当初是因为 我们做出了这道料理 然后就说可以了 可以开店了 我的妈妈当初听到我要开店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你会煮菜吗 你在家从来都不处在 黄金山城九份 眺望远方海景 令人心情平静 九份除了知名的深屏戏院 阿妹茶楼外 这间位于鸡山街尾段的茶坊 过去是见证九份百年沧桑 黄金年代的翁山英故居 四零年代传奇人物 就会找到翁山英这个人 当时翁山英是 这间房子是它整修 它变成是台阳公司的所长 那这间房子是等于是让它使用它自己整理 翁山英是台阳严家殷亲 承认瑞芳矿业所所长 它过去的居住地 转手给诊所医师后 再由红智慎买下 侯少前导演拍摄电影《戏梦人生》时 茶坊即是主要场景 这个地方好像很环容 获得一个安静下来的一个地方 好像一个小姐变成一个阿婆 可是这个阿婆给我的感觉是 很有气质 很漂亮 那我在想为什么大家要离开 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惠独中九份 选择远离繁忙的台北 来这定居 甚至开的茶馆都是无心插柳 洪志胜是复兴美工毕业 对茶原本外行 但这茶坊一开就是33年 1988年第二次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感觉是好像更破落 更安静 人更少 洪志胜买下了翁山英故居 在台北县府时期 登陆成了历史建物 而茶坊的开幕 更见证了九份山城的第二村 九份的第一村是黄金年代 那黄金年代一直到1970年就停止 那我1991年开幕 等于是开启九份第二村 第二村是什么 观光的年代 原本洪志胜想利用这空间当工作室 周末有亲友来做客 泡茶请大家喝 后来索性开启茶艺馆 茶坊经营历经数次改版 曾经有工餐 咖啡甚至热炒 但后来去无纯精专注于茶 假如餐跟茶跟咖啡跟很多的品项 都合在一起 这个店就有一点 好像我讲的时候 有一点大杂面 很丰富可是不够专业 所以我们慢慢把一些品项 给去除掉 我们好的属于比对我们比较专业有力的 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我觉得它跟一般的那种茶馆不太一样是 因为一般茶馆有卖一些不同的吃的嘛 这边就比较没有那种食物的味道 就可以好好的享受茶的那种味道 而且还可以体验九份的一些美景 我觉得很不错 洪老师带着我们到三下清便路 升平西月旁 元取名叫天空之城的茶坊二馆 传统的红砖建筑 曾经获得模范建筑大赏 阳台外摆了好几个瓶 里头是茶坊用来搭配喝茶的茶点 老萝卜 这个一瓶大概有100公斤左右 可是真正最后 首层拿出来大概15年左右 大概剩不到100斤 等于不到1千斤 打开蜜蜂的瓶立刻有香气溢出 里头看得到 有机稻草作为后发酵用途 萝卜上头压了好几颗石头 小玉萝卜今年日赛 腌制成了黑色的老菜脯 上头还结了糖霜 切片之后可以配饭 也可以当做茶点 我们的老萝卜现在应该有15、6年 那个都是很台湾算很特别的东西 尤其给外国人吃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惊叹 看完了老萝卜 洪志胜老师继续带大家前往自家的陶工坊 里头有他们自己烧制生产所需的茶具 茶杯 材质样式都很别致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树烧大概烧到800度的树培 这个是已经又烧好的 这个是烧到800度 这烧到1280左右 另一头洪老师的日本妻子吉田绿 则是创作一系列的猫灯 以自己家里养的猫作为原型来发想 在茶坊的周边都能看到各类猫灯的身影 开始是因为这个材质不怕虾 不怕雨 风雨 所以不会破掉 所以户外的那个 那个体验的那个灯的灯灶 用这个做 九份多雨 所以做了不怕雨的猫灯 洪志胜也从茶出发 创作了许多周边商品 像这个不需要细绳 湖盖也不会掉的茶壶 用爱猫为主题制作的马克杯 还有这幅诗圈画 原作有画就挂在镇上方 这幅金轩茶花 试画也是当年洪志胜 茶馆经营一度亏损 快撑不下去的写照 假如茶树大量开花结果就是表示有危险 那因为干旱三个多页 那我看到那么大量的那个花朵 对我来讲是很紧张的 我印象中我太太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讲说 在台湾做生意 要扎根不容易 那尤其在九份 特别辛苦 我是跟她开玩笑的讲 就是说五年一小灾 十年一大灾 那有点半开玩笑 可是现在回头看 真的好像蛮准 不仅仅是走过人生低谷 茶坊在九份三城 历经了SARS 走过的COVID-19 更不用说大小台风的侵袭 洪志胜与太太育有一对儿女 在旁边泡茶的 就是第二代小儿子洪荣 茶坊里的另一道茶点 原来就是吉田绿 为儿子制作的点心 一开始做一点点给客人 客人也反应很好 所以现在大量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 最主要的茶点 那个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 它是主要是乌龙茶口味的 然后它会搭配 用乌龙茶腌制的茶莓 然后还有这个是成年的老菜谱 那其实一般人可能一吃到 觉得老菜谱和茶的味道会搭吗 但是当老菜谱放了非常成年的时候 它的味道很鲜甜 那个鲜甜就跟 比如说像高山的乌龙茶的鲜甜 非常相称 坐在古宅中泡茶 别有一番情趣 深入了解建筑的位置 结构跟材质 处处都有精彩的故事 这个房子的结构 你们看到这个石头屋 这个九份你们会拍到很多石头屋 是一般住家的那个石头 是不规则形小小 大大小小 那个是矿坑里面出来的石头 没有含金量的 就是堆成一堆一堆 那个矿工就把它拿来当住家使用 那你会看到这一间房子的这个 这个石头是黄黄正正是刻意打造的 所以听了很多这里的奇老的讲法 就是说这一间房子跟黄金无关 那是跟蟑螂油有关系 相传找席未发现金矿前 九份是以开墾章树为业 用大罩来炼制蟑螂油 十口罩称为一份 九份则以九十口罩得名 茶坊带动三成品名风气 让九份由衰转新 现在更有作家 左手撰写英文书来介绍 这不只是一家茶艺馆 因为可能一般茶艺馆 你会觉得它的氛围不只 集中在茶上面 可能有其他的商业模式 但九份茶坊它很像是 九份以茶文化为主的地方创生中心 这个店它不是一个面 我常常讲一个空间 应该是午节的 让客人进到你的空间是 一个午节的享受 这个是我一直跟我们同事强调的 我们不是单单卖那一杯茶 我们是在卖一个午节的体感 茶坊入口的快木长桌 炉口一整排茶壶 是旅人打卡的热点 冬天能以炭火煮水泡茶 茶坊结合了茶桃化 要给来访客人无感的沉浸式体验 百年的历史流变 以艺术创作来传承台湾茶的文化 我为什么要来吃呢 因为它各国料理 日式 韩式 泰式都有 我可以换着吃 我最喜欢吃干锅 还有它的炸猪排 它是纯里鸡肉去炸的 我觉得很道地 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是 它价钱实在太薄薪了 绿咖喱非常道地 比泰国的还好吃 因为它的那个酱汁特别独到 你来晚了就没有 卖完就没了 所以这个很高温 所以我整只手把它泡进去 差一点没要我的命 所以我对它非常非常地 要谨慎小心 然后我就赶快冲水泡冰块 它整个水都起 整个手都起水泡 这家邻近内力车站 与原志大学附近的复合式餐厅 主打的是饭类的异国料理 有单点或套餐模式 还有各类锅物 炸物点心 能满足各种口味的客人 大家不用迁就别人 爱吃哪种类型的餐点 这里通通有 我为什么要来吃呢 因为它各国料理 日式 韩式 泰式都有 我可以换着吃 我最喜欢吃干锅 还有它的炸猪排 你最喜欢吃它这边的哪一国的料理 哪一国的料理 韩式跟日式都蛮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国的料理 泰式料理 那个味道很好吃 CP值很高 除了CP值高的美味佳肴 店门前直栽的摆设 看起来满是舒适的绿意 内部搭配飘逸浪漫的白色窗帘 又有一种仿佛置身一国用餐的感觉 而这里更是宠物友善餐厅 不只能带毛小孩来 店家就有自家的猫狗 宠物屋能大大满足 无法养宠物的人来这里入猫 用餐的氛围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它有放音乐 然后又餐的氛围 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都很干净 然后加上它是宠物友善餐厅的话 他们的猫猫狗狗都蛮亲民的 对 只要你进去的话 猫猫狗狗都会主动接近你们 也不太攻击人 两位老板杨耀生与方家军 从小就认识 都知道彼此有个开店梦 两人辗转在各大餐厅内外场历烈 终于共同圆了这个梦想 而迈向竹梦的过程 两人也会利用出国旅游的机会 一边学习各国的特色料理 进而成就了这间受欢迎的 复合式餐厅 如果我们有一起出国的话 我们都会去找一些 譬如说当地的料理教师 就譬如说 他会带你去他们当地的市场 认识他们当地的食材 然后会选一些 譬如说当地的特色菜 然后来教学这样子 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 这种团其实很好玩 所以我们去每一个国家 都会去找这种团来做 像我们一国料理嘛 我们有泰式 日式 韩式 那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料理 我们就是用 哪一个国家的调味料 比如说酱油 我们就有六七种 对 每一个国家的酱油 我们都有 对啊 就是坚持那个国家的味道 呈现给客人 我们的泡菜汤主要是 找韩国的厂商 那他们在韩国空运材料过后 到台湾自己手工腌制 那它整体呢 是比较偏咸酸 那它原本是整颗 来到我们的店里面 那我们自己在手工切块 来制作我们的泡菜汤 那我们泡菜汤的酱是 是自己炒的 手工炒的 那因为泡菜汤整体的口感是 泡菜要酸味的 做成汤会比较好喝 味道会比较重 所以我们会选择 这一种的泡菜来做 然后再加入蒜仁 还有韩国的汤酱油 它的它的咸度会比较高 那它主要做 在韩国料理的定位呢 是做那种不加糖的料理 不带甜味的料理 其实会使用汤酱油偏咸一点 因为我们有试过 直接加泡菜下去煮成汤 跟泡菜加肉炖煮久一点 再煮成汤 跟我现在这种把泡菜先炒过 炒成浓缩的酱之后再煮成汤 它们三种的味道不一样 那这种的味道是 目前至少我在台湾还没有喝过 然后它的整体泡菜的香味也较浓郁 像这些泡菜它现在还比较深 还是白白的比较深 然后会把它的里面的一些泡菜 那个菜里面它本身的汁水先炒出来 然后再稍微熬出以后 之后我们会再加韩国的辣椒粉下去 然后增加它的色泽跟它的辣度 然后它会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有粉的关系 它慢慢的在收汁 炒制好的泡菜浓缩酱汁 会分装好冷冻备用 还能制作成冷冻包 提供客人在家享用 要下锅之前 只要放入自己喜欢的配料 就能轻松上桌 非常地韩式 然后我觉得味道也很够 然后这也是我觉得 因为像一般可能去外面吃 可能会觉得料有点少 但我觉得它们家的料还蛮多的 就是它的泡菜汤味道很浓郁 然后它又炒过 所以它喝起来更好喝 77年吃的杨药生 原本是一个完全不会厨艺的门外汉 当初有开店面头时 妈妈还大吃一惊 我的妈妈当初听到我要开店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你会煮菜吗 你在家从哪都不煮菜 对 所以我也是慢慢在行业里面 因为我一直也是在餐饮业跟它 打滚 对 也是在慢慢每一个工作 趕快去学 学出来的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是川味干锅 我觉得很好吃 它辣的口感很像在吃麻辣菇 因为它很入味 它可以闪下饭这样 我觉得很好吃 它算是我们的起家菜 对 当初是因为 我们做出了这道料理 然后就觉得 可以了 可以开店了 对 它算是我们的起家菜 因为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 要自己煮午餐 所以我们就刚好 每天都有这个时间点 所以每天都可以尝试 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慢慢慢慢 试出来这个味道 主要是高麗菜 猪肉片 然后还有一些火锅料 对 然后比如说 猪血啊 然后鱼碗啊 玉米笋这种东西 对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 把汁收干的麻辣烫的感觉 够辣够麻 对 但是又跟外面的麻辣果不太一样 对 我们不会那种 辣到你没有办法下咽 对 但是它的味道就会让你 它的口感是可以让你配着白饭 一口一口吃 很顺口 太独特了 我都会买冷凍包回家 他有卖冷凍包 有 有 有 连我小姑都会托我 带回高雄这样子 它不会很辣 它会有点焦麻香这样子 很下饭 对 又大盘 这么大一盘 我今年的年菜就是这个 别以为这里品项多 又是以减餐模式 餐点品质会下降 这里的料理前置工序 可一点都不马虎 全是老板们费工手作 在想办法制定公餐的SOP 让客人能在最短时间之内 享受到最精致的美味 那我们汉堡排肉是用 七瘦二三肥的猪脚肉 细脚肉 然后配上洋葱 新鲜洋葱 然后我们自己调的姜汁 它的内馅有洋葱粉 胡椒粉 盐巴跟蛋 还有面包粉 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料 我们去调出来的 因为其实台湾不吃牛的人 还蛮多的 对 所以很多很多人都会估计 都会先问一下说 你这个是什么肉 对 那为了避免 有的人可能不小心吃到 那我们就还是用猪肉就好 然后我们把它拌均匀之后 再用手工拍打 一个汉堡至少要拍十次 把它拍成球 对 把它内馅抓紧 对 那我们调料也没有太多 对 就是尽量能让客人吃到 肉跟洋葱 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我们每一颗也都会称重 汉堡排经过果薄粉 梳炸后 绞肉汤汁完全锁在里头 和洋葱的甜味完美融合 再搭配特调的咖喱酱 风味独特又下饭 是小朋友的最爱 我们是日式跟南洋中间 我们不太甜 但是我们尽量把 南洋的那种辛辣味消掉 如果喜欢吃泰式咖喱口味的朋友 这里还有两位老板 跟泰国友人学来的绿咖喱 口味也非常道地 像我以前有去澳洲工作过 那有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就是譬如说像这道绿咖喱 我们就是有请泰国人 请泰国人先吃 你觉得味道OK了 我们调出他觉得不错的味道 我们才拿出来买 它是限量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可以长久摆放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 今日卖完了就卖完了 我们不要再去多煮 因为放到第二天 它的味道就不对了 这也是我们的坚持 那这是椰奶 椰奶稍微加热以后 然后会下这个绿咖喱的辣椒酱 那我们本身不加水不加油 主要是用椰子 它本身的油脂还有鸡腿本身的油 去带出辣椒的香味 香味出来以后就直接加椰奶 再搅拌一下 就炖煮它 现在就是要下它的香料 这是什么 柠檬叶 绿咖喱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它就是用椰奶去调它的香味 甜味我们是用椰子糖 再加鱼露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大概再焖个五分钟 它就可以吃了 绿咖喱非常道地 比泰国的还好吃 因为它的那个酱汁特别独到 真的很好 很合我们的口味 你来晚了就没有 卖完就没了 我们一碗饭泡那绿咖喱汁 那整碗饭就吃光光 真的还是这样的好吃 很爽口了 这里的套餐 除了主餐一定会搭配 两样小菜与一碗汤品 一餐吃下来已经相当丰盛 不过如果想再多品尝 老板的手艺也可以单点 杨老板大力推荐自家的炸猪排 这可是之前工作店家的老师傅 独门传授 保证吃起来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开这间店前 有在一起做同一份工作 那是老师傅那边传承出来的 那整条 我们是从整条的底肌肉去切片 然后去筋去膜 去那种小碎骨 避免让客人吃到 然后再去把它拍打成一片一片 适当的大小 猪排的话 我们有再附一个猪排酱 那也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有点像糖醋酱 但是我们还有加了 苹果汁这种东西 所以它的味道会更鲜 杂猪排的口味就是它的感觉 外面面皮其实没有裹得很厚 然后主要是里面肉的部分 然后肉质的部分也很软嫩 然后也蛮多吃的 它是纯里肌肉去炸的 我觉得很道地 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是 它价钱实在太佛心了 看到用餐时间 多意不觉的人潮 就知道这里的餐点 已经深深抓住客人的胃 当初因应疫情 而推出了冷冻包 也热卖至今 不论是熟做汉堡排 川味干锅 韩式泡菜汤 绿咖喱等等 老板把配菜调整成 适合在家 方便复热品尝的口感 让在餐厅吃到的美味 也能够在家延续 那这个汤种呢 本身它的成分 蛮单纯的 就是蛋奶之类的 然后也是我们 这个司康的灵魂 我们有多方去研究 觉得说我们台湾人 喜欢吃的口感 我们亚洲人喜欢吃的 其实是比较湿润一点的 它是乳酪 那乳酪我们 会调配一些南姆酒 让它比较不会那么的腻口 那有蓝莓口味 还有这个砂糖菊 然后也有苹果 我们是苹果丁跟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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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出精巧 质感满分的氛围 而至于前台的各类 令人垂涎欲滴的司康 更是一进门 就能吸人眼球 店里的司康 全都是当天早上新鲜制作 口味多元 分成基本款 派式司康 夹餡司康 需要冷藏的司康 美式软饼干等等 这里的司康精致又平价 板娘用美美的盘子 装成给客人 来一场悠闲下午茶 是最棒的享受 在我小时候 我觉得 开着咖啡厅 然后画画 是让我最优雅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 编画图 然后客人来 我就去冲泡咖啡 自己想像 非常的轻松 事实上是 我要当客人的时候 才有这种的轻松 当老板却不是这样 非常的忙 对 那以前就想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咖啡厅 没想到孩子长大之后 自然而然就有 跟我有一个默契 然后他也帮我塑造了 这一家咖啡厅的感觉 这位可爱开朗的 板娘彭淑慧 是一位退休的美术老师 多年前 在儿子建议下 在充满文创新气息的 新竹东门市场 开启她退而不休的 甜点人生 后来因为租约到期 才搬到现在的店纸 一开始是由儿子 做好司康 让她负责在店里销售 没想到一推出 就受到欢迎 常常供不应求 喜欢学习的她 便主动提出 加入制作司康的行列 她是我的师父 严厉的师父 她对东西的要求非常高 她所调配出来的一个汤种 会让我们的司康会比较湿润 还有外观上就是比较内软外酥 我们司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汤种 那这个汤种本身它的成分 蛮单纯的 就是蛋奶之类的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司康的灵魂 那这个的话就是要汤种跟面粉 把它打混合了之后 才慢慢的加冰奶油 这个奶油在放的时候一定要冰 冰冰的放 不能放到软 让它慢慢慢慢打 也不能快速的打 所以它在制作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必须要在中断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再跟它抓一下 等到它打到好的时候 可能会出筋之类的 或者奶油会融化 原味本身就有起司口感 我们有加了一些起司粉 好了 这样成团就可以了 面团搅打好后 整形至表面光滑后 冰整约20分钟就能塑形烤制 出炉后再进行最后的装点 这款椰奶油糖卡士达原味司康 就是从营业至今 相当受欢迎的夹线司康系列之一 这是牛奶糖 然后它也不能太多 太多它容易太甜 那太厚也不好入口 就会黏牙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四度就好 那大家吃起来的口感都非常的好 应该说是老少咸鱼啦 所以这个温度非常的高 它一定要热到已经液态了 它才可以这样子 那等到它冷的时候 它就会硬邦邦的 这个就是杏仁脆片 看着司康沾着满满的牛奶糖酱 是不是超级疗愈 但其实这牛奶糖非常高温 彭淑慧曾经一边招呼客人 一边制作时不慎烫伤 至今还余悸有存 我整只手把它泡进去 差点没要我的命 所以我对它非常非常的 要谨慎小心 然后我就赶快冲水泡冰块 它整个水都起 要整个手都起水泡 所以这个很高温 这个要等它冷了之后 我才会撒海盐 然后加那个 我煮的那个卡士达 将司康切开 挤入自制带有 焦糖香的卡士达酱 最后再撒上些许海盐 田中带咸的平衡口感 果然是最具人气的口味之一 而店里的司康 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彭淑慧说 全归功儿子 会依照台湾人喜爱的口感 不断创新 言谈中都充满着 对儿子的骄傲 有很多人不喜欢吃司康 是因为它很硬很干 那我们吃了之后 我们有多方去研究 觉得说我们台湾人 喜欢吃的口感 我们亚洲人喜欢吃的 其实是比较湿润一点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 也是我儿子又研发出来 让客人吃比较喜欢清爽 不那么甜腻的 它是乳酪 那乳酪我们会调配一些南姆酒 让它比较不会那么的腻口 所以呢 还有它有一些是调了那个焦糖 那焦糖煮过之后 其实不会那么的甜腻 它跟蓝莓水果搭配起来 它是会平衡那个甜味的 那吃起来又比较清爽 那有蓝莓口味 还有这个砂糖菊 然后也有苹果 我们是苹果丁跟那个乳酪 下去翻拌 然后把它装饰在这里 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是 层次很多 而这里不只有 基本型的原味司康 也有各种形状和众多口味 供客人选择 都是顺应客人回馈 所变化出来的 像是这一款将内馅包入其中 体积变小 更方便客人入口 保存的小司康派系列 像我们一开始可能都是圆形 那圆形做起来 别人在做大的时候 他就要做小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好入口 他都以消费者的一个立场 在帮他设想 这个是有点像那个布丁 焦糖布丁 它这个里面成分就是比较厚实 然后它加热之后会更好吃 那它都不是只有表面有而已 我们里面都有甜线的 后来又觉得说很多人会吃东西 只把中间挖空 那剩下这个皮在旁边 我们又开始想为什么会这样 就有一些人他喜欢思润的 又研究了这种三角形的 那也就是做成派 前置动作可能会比较繁杂 但是吃了之后跟保存方面 他确实比他更好 这样子有客人带出去之后 他可能没有马上吃 那也可能天气一热 他就歪揉了 整个倒下来 所以我们后来又想到说 我们常会有一些高雄来的台中 来的台北来的客人 他怎么携带这一个比较好呢 因为这个要冰 那这个的话 他随时带到晚上都很OK 四万都可以 对 都可以 这个是红豆麻糬 吃起来的话他有红豆的 喜欢豆腺香的人 他这个会很喜欢 然后里面又有QQ的 那个麻糬的口感 彭淑慧更大方分享 司康即使隔天品尝 也能像在现场吃 一样好吃的美味秘诀 假如家里有一个烤箱 你把它预热过后关掉 因为怕每一台的那个 它的功率不同 然后你把它关掉之后 给它焖个两三分钟 它自然就会有蓬松的感觉 不用再加烤 或许以往从事教职的关系 彭淑慧很喜欢不断 吸收新知自我学习 除了像儿子学做司康 他自己也研发出口味独特 低糖不腻口的软饼干 燕麦跟坚果是一样道理 它是会平衡它的甜味 所以再加上我们把糖 有稍微减 所以客人吃起来 不管老的或者少的 都不会觉得说 这个吃起来给它 非常的负担 彭淑慧说当初开店 其实本义是在半退休状态下 又不想带给小孩子经济负担 但让他最开心的是 虽然开店有辛苦压力 却凝聚了他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增加交流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 赚不赚钱 最重要的是 我跟孩子的互动非常的好 我们还有不断的再去学习 然后做一个研究 那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再去做不同的配方的一个做法 对 想说一直推新的给客人 退而不休 活到老 学到老 就是彭淑慧现在最享受的生活 除了闲暇时 用绘画创作书压工作的皮类 她也喜欢不断尝试新事物 不与年轻人脱节 最近新解锁的成就 就是学会咖啡拉花 下回来到新竹 不妨来这里做作 享受一份与众不同的司康 与一杯满满活力的咖啡 像我们的主厨就是运动员 所以我们还是以运动员为主 然后她做的菜又很好吃 然后我们有特地请她去上海学习 然后我还有看中一个 就是我本身是客家人 我很喜欢那个老菜脯鸡汤 然后我阿嬷她自己也会淹 那个老菜脯 然后再加入那个鸡汤 那真的是超好喝 因为那个只要让我喝到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阿嬷的味道 因为那老菜脯鸡它是很难淹的 有的可能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 所以那个菜脯越老越香 然后我每次只要喝到这个鸡汤 我就会想到我阿嬷 我们下期再见